印度又有害人听闻的性侵案传出, 甲坎德邦,Jack Hand一名13岁女童牧羊反家途中遭到11名男子卢走轮暴,事后威胁她不准向任何人提起,否则会有严重后果,受害女童沉默了。 一周终于崩溃告诉家人,整体事件才曝光,是意图翻射自Pixabay根据Gov News报道,当地警方表示,受害女童居住在甲坎德邦的西新的县,Wassin Boom District, 上周一日晚间牧羊玩反家途中,遭到一群陌生男子,绑架至附近从林伦报得逞,并威胁女童不得说出去,受害女童在淫然一周后,终于将心中伤痛告知父母,并在父母的陪同下于当地时间本周四晚间向警方报案,目前警方已经锁定全部嫌疑人,惊人的是,犯案的11人中,竟有9人未成年,现在已有一位落网, 事件曝光后,甲坎德邦居民群情激愤,因为这是当地近期,传出的第二起轮件案,6月时在昆地县,Kentai District有5名妇女遭到11人团伙用枪强行掳走,并带到森林中轮暴,暴徒甚至还将过程拍下,威胁受害人若报警,便要将影片放上网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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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